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J.曼姝 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嘉賓訪談 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個人漂亮不漂亮 其實兩唐眉其實很重要 兩唐眉如果是漂亮 整個人都精神很多 而且照片都會比較好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文美專家 珍妮美容學院的院長王朱珍妮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你好 院長 你好… 恭喜你 又漂亮了 又漂亮了 我看到你今天的唐眉非常漂亮 我知道你是重新… 補過而已 補過 而且我聽說你這次用的技術 跟以前有不同的 是一種新技術來的 這個叫甚麼新技術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技術來的 因為以前就是文美、瘦美 現在又多了一些不同的做法 例如粉霧美、絲霧美 都有這樣的做法 粉霧美 粉霧… 這個名字真的很新 粉霧美 你今天聽聞的就是粉霧美 對… 可不可以跟你解釋 甚麼叫粉霧美 粉霧美就是我們用皮針去做的 就是一直掃上去 掃上去就比較自然 自然一點 自然一點 都很生涼的 也不痛 非常方便 又不用你經常畫眉 是的 現在我一看上去 我就覺得好像你自己 剛剛畫上去的感覺 對… 真的很自然 對… 其實如果這個粉霧美 跟以前傳統的文味相比較 那它會不會… 即是說它耐久的時間 會不會… 都可以耐久很久呢 還是怎樣 其實呢 就… 以前的文味會比較輕一點 就是深一點 但現在這個就沒有那麼深 而且就自然一點 那麼… 也都要看看 每個人的皮膚不同 有些人會比較輕一點 有些人會比較輕一點 有些人會比較容易淺一點 所以現在就說 半永久的味道 這樣… OK 即是外面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生科技 是嗎 是 我知道你做這個文味 做了幾十年了 即是… 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了 即是… 四十年也有 即是以前第一代的 七十年 香港也是第一代的文味專家 是的 所以這麼多年的演變 你自己覺得 第一代的時候 即是用手針 是嗎 最早期就用手針 就是這樣 即是… 方法是… 蘸那些… 即是… 肉水 然後就蘸下去 嗯… 但做呢 也有些不同的做法 有些人呢 就刺得太深 嗯… 但我們應該是挑的 嗯… 挑的就是表皮那裡 對吧 那多一剃芯呢 就會令到那筒不太死實了 嗯… 即是死固固 後來又變了藍色 哦… 你知道嗎 有很多… 後來很多人就變了色 是… 變了藍色 這樣就要… 洗呀洗呀都… 花很多時間 而且不漂亮 好了 那開始第一代呢 就是用… 剛才你說用手針 那接著呢 就演變了… 就變成怎樣了 用肌了 用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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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快速 還有衛生 是吧 因為肌快 是吧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換針 每一個人都要用新的針 新的頭 所以就變成用肌 就有一個好的方法 這樣就是 嗯… 即是比較安全可靠 是吧 是的 因為它比較清潔 快速 衛生 好了 從你的手針 然後就演變了你發明了肌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演變了 後來又變成什麼 飄眉 瘦眉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很多不同的方法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有轉變 亦都被客人覺得 現在又流行這種肌 我又要做這種肌 瘦眉呢 又用手針 修眉也是用手針 用手針 不過就淺一點 但是後來也要用肌瘦 可以用肌 但是它的針法又不同 就是斜針 這樣可以畫 這樣不同的 嗯… 嗯… 其實人客真的有這麼多種選擇 怎樣去選擇一種 自己… 適合自己的方法 有飄眉 有瘦眉 現在你又說 什麼粉霧眉 絲霧眉 是的 再說絲霧眉 其實絲霧眉有什麼不同 絲霧眉呢 就是說你先做了一個底線 做了一個淺的底線 然後再做一條條線上去 就是令到好像看上去 有自己的眉毛 就是一條條線 畢竟有些線在眉毛上 對… 就是像人家直的眼睫毛一樣 現在變得好像直眉毛一樣 對… 就是你看上去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 黏一毛就不同 真的一條條線 一條條線 一條條線黏上去 對… 但是不眉 當然不是說黏上去 不是黏上去 對… 就是一條條線黏上去 就是畫到好像一條條線黏上去 就是畫到好像一條條線黏上去 對… 就是這樣做 其實現在做的美容師很不簡單 就是不同的方法都要學會 這個技術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如果技術不好 你做到別人的眉型不漂亮 就真的不太好 對… 對… 剛才說到這麼多種方法 其實我知道你們最近在4月14日 就會有一個紋眉的示範 我想如果大家真的很有興趣 想了解一下 剛才你說的什麼粉霧眉 什麼絲霧眉 到時是不是都會有示範給我們看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客 很多人都很想做眉做橫線 但是他們也覺得 就是不知道… 很害怕 就是覺得有時候 不知道做得漂亮不漂亮 又不知道… 又怕做得不漂亮 到時要洗眉 是嗎? 對…很多人做得不好 都是要洗的 但是他們也很怕 也很害怕 又不知道你們怎樣做 所以我們珍妮美容 就是每年有兩次示範 信眾要求 是… 譬如我們六個月左右 我們也有人說 什麼時候做給我看 送一試錯了 這樣… 所以我們又要我們有時間 所以才可以做給人看 我們現在定了是4月14日 星期六來的 我們就會10點鐘開始 人客到 我們就會解釋 就會解釋 就像剛才我們這樣說 會清楚一點 詳細一點去解釋 做眉的方法 做眉究竟痛不痛 會否衛生 這樣… 我們就會現場 會有一個模特兒 就是做給人客看的 所以那些人很多時候 看完 他們就會覺得 原來是這麼做的 原來看起來真的很好 那些時候 他們就 會報名 我們跟他做 對吧 所以變成… 看過當然好很多 知道是甚麼方法 還有到時 我們也會來的嘉賓 也會免費跟他們畫眉 即是說 讓他們看 看看是否適合 適合他們的面型 這樣做法 對了 那你講到這個 文明的示範 你說是4月14日 是 4月14日 那大家其實應該 怎樣報名去參加 那他們… 我們現在還沒有賣廣告 通常我們都會… 賣廣告就很多人報名 打電話來我們 珍妮美容那裡 是905、940、623、8 報名就是要定位 因為我們都要知道 有多少個人 是啊 那講到這個文明的示範 你說當日 如果是那些模特兒 做模特兒 你可以免費去幫他做 那不是免費幫他做的 因為… 為甚麼呢? 做一個模特兒 做完之後 我們都要有兩次幫他補米 但是我們都會找一個模特兒 做會便宜一點 我明白 他們就報了名 之後我們認為 他… 他… 喜歡做的 我們到時大家… 那個時間我就來 對了 還有你剛才說到的一件事 就是做完這個瘦眉之後 問這個粉霧眉 譬如當日做的時間是要多長呢 還有之後有甚麼要維護 要不要自己照顧 還有要補多少次 之後要怎樣去護理呢 其實就是這樣 通常如果一些人客來做美 就是我們首先要看他的面型 看他的面型 有面型、有長型、有圓型 是嗎? 之後我們就會幫他修眉 修了眉之後 就畫一個眉型給他看 畫了之後 然後就認為說 這樣的形是適合他 又他喜歡 那我們就會從他塗脂痛膏 塗脂痛膏這次就大概 就是這樣之下 我們從頭到尾這樣做 都要幾個字 之後我們就幫他做 幫他做 看看皮膚而定的 有些人容易上色 有些人比較難上色 大約總共的時間 都是一個半小時 至兩個小時左右 做完之後 我們會幫他塗一些燒鹽膏 也會送一些燒鹽膏給他回去 塗 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不過塗它是滋潤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乾 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眉是會淺一點 淺一點 淺一點 自然很多 但是六個禮拜之後 他可以再來修補 為甚麼要修補呢 因為我們做完之後 他不是有一點點脹 脹的時候 每個人的脹的程度是不同的 有些人會這邊的皮膚 就是吸收會多一點點 變得更好一點 我們便會再跟他做過 這樣 所以就變得很安全地去做 這樣 對,聽到今天阿遠長的介紹 其實我想很多女士都心動 都很想嘗試這個新色的粉霧味 大家記得4月14日 可以去真年美容學院 可以參觀他們公開文美的示範 再次感謝院長 幫很多人扮得越來越漂亮 令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美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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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